大家好,又是我Tammy 今天教大家做糯米鸡卷 希望大家适合 看看有什么材料 有一块鸡扒 有一块鸡扒 或者可以放虾米 一碗蒸熟糯米 最少浸2-3小时 然后蒸4-5小时 鸡扒水后就蒸 不用放水 蒸好后放在烫冰 我又蒸了一条鸡腸 一条鸡腸 有两只鸡蛋朗 有些蒜蓉 有牙签 有些生抽 有些米酒 我们看看怎么做 我们将鸡扒 切开 不要切断 和它切开大块 厚肉和它切开 不要切断 让它大块 在包糯米的时候 会更好 厚肉的位置 轻轻和它切两刀 让它容易熟 不要切断 不要切断 一块这样 煎出来就很大块 我们现在就用东西醃了 我们下什么去醃 下姜 下姜 下生抽和米酒 下半茶匙糖 四分一茶匙盐 下少许生粉 三分一茶匙 不用太多 先醃 让它吸收汁 让它有底味 我们待会就可以 炒了糯米 就可以用来炒了 糯米 蒸熟了之后 我就蒸三四个字 现在就转松它 这样你们就会很惨 我们炒糯米饭 下什么呢 就下了些 滋肠 一条开四条 切粒 切粒 一条开四条 炒香糯米饭 然后就可以用来包鸡扒 加少许油 炒香 我们爆香些 姜 和蒜 先 下一些 樱花虾 下一些 樱花虾 下一些 南韧 鸡肉 火可以放松果 慢慢炒 加入糯米 糯米煮得干 热,糯米会软 加入足够水 它会很容易散开 一热,它会散开 加入生姜 加入少许糖 因为纳米和烟花虾都有 因为我们不太烦 大约一碗烟 如果蒸得太厉害 糯米会没有粒粒的感觉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把它包 鸡扒已经腌了10分至15分钟 现在可以放些糯米进去煎 不要太多 因为怕它会爆出 这个时间可以放一粒 咸蛋网 放在面上 天气凉凉 很想吃糯米 类似生炒糯米饭 这样就包 别人的糯米鸡 我用糯米鸡卷 做一个 卷寿司 我们用牙签 小心不要刺到手 定型 头尾 要收一收 现在我们可以拿去煎 包到这样的形 我们同样断 四边煎 煎到金黄色 然后开小火 慢慢煎 因为始终是鸡皮 需要时间 慢慢煎 让它固定 煎到四边金黄 让它固定 让它固定 它不会爆口 现在煎到金黄色 差不多 每边煎到3至5分钟 最初 一会儿煎到小火 盖着它 半煎焗 它会换成 后補开 盖子 慢慢煎到金黄色 炒它 不能火热 我把牙签 把牙签 不是很危险 洗净針板 熟了 攪拌一下 切得更好 今天教大家做糯米鸡卷 大家尝试准备吃 多谢